这种辣椒油很辣哦 这是铜锣湾真正的浩南被虐的最惨的一次 据说拍完本片后他便再也没有吃过辣椒 而这部电影也是女神关秀美牺牲最大的港片 她的胸口纹身直接让雷哥我念念不忘 电影故事开始于一家酒店 黑大老太子一丧波正在谈判 数年前他在对方赌场欠下一笔赌债 结果却仗着自己老爸 是红太化石人挽起了老乱 虽然在硬实力上 丧波比不过太子老弟 但他的脾气在江湖上也是出了名的棒 一言不合直接学起了乌鸦新桌子 随后指挥小弟逮着太子就是一顿猛锤 口口声声说着 打不过你老爸我还打不过你个败家子吗 教训完太子后 丧波压着对方准备离开酒店 此时因为蛊惑仔早在门外偷看多事 他叫阿翔 是太子众多小弟之一 见此情况明白尚未时机终于到来 阿翔是以妻子带着闺蜜先走 接着便出现了本片中最牛叉的名场面 只见阿翔拿衣服 缠住十米长的西瓜刀 杀气腾腾冲向门口 看到丧波后大吼一声杀入人群 所谓大刀在守天下无影 阿翔虽然武力之不见的高于丧波 但在黑道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不怕狠的就怕不要命的 此时阿翔显而属于后者 凭着这股不要命的气势 他短时间占了上风 杀得众人措手不及爱否连天 无奈对方人数实在过多 阿翔双拳难敌四手 终究渐渐落一下风 关键时刻他的手下 比哥和长毛刚好来到附近 一看老大有男两人起挥袖手旁观 随手捡了两根铁棍便加入战场 比哥怎么说也是常年 在刀口上填写的狠人 有了他的加入 局势瞬间有了反转 在两位小弟掩护下 阿翔扶着太子想要躲到马路对面 丧波不愿主书的鸭子 从手里飞掉开车猛踩油门驶向两人 阿翔妻子见状鬼使神差的跑向车子 原来女人是想拿自己的命给丈夫别buff 怒气之达到顶点的阿翔小宇宙爆发 提刀对着丧波 就是一介里劈华山 看得对方倒在地上惨叫连连一边哀嚎 一边哭着要回家找妈妈 而就在阿翔即将抬手捕刀之际 一向等大战结束才赶来洗地的警员 居然这次提了早 比哥嗅到白道的胃 立马拉着长毛逃进小县 阿翔却因妻子的死陷入悲痛不愿离开 结果遭到警方逮捕 最终因多项罪责背叛入有五年 在牢房的这段期间 阿翔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曾经死在他刀下的蛊惑仔 接连过来锁命 一次次惊醒后 让阿翔慢慢变得不太一样 五年时光在普通人眼里转瞬即逝 可在他这里却是度日如年 出于这天还没来得及 呼吸上几口新鲜空气 阿翔就被儿子老师叫到学校 起因是小孩成天只顾与同学打架 仿佛一个蛊惑仔 根本不像一个学生 阿翔对此不以为意 在他眼里考大学跟出来混没啥区别 如今这个社会只要不被欺负和赚得到钱 便是成功 回家路上 妻子的闺蜜小妹提醒阿翔 她的儿子似乎和其他小孩不太一样 如于这段时间 都是小妹帮忙照顾小孩 阿翔对这位女人百般感激 可她却不知道 小妹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女人早就对她萌生倾诉 只是苦于当年闺蜜强献一步 才将这份情感埋藏于心 接着阿翔带儿子来到一栋别墅 这里是洪太化石人敏哥的家 也是社团秘密开会的窝底 恰逢今日敏哥举行派对 阿翔让儿子去跟其他小孩玩 自己则来到二楼打听 由于当年持刀救下太子 出狱后的阿翔职位连生三级 如今已经到了 可以和众位元老坐在一起开会的地步 而敏哥这次邀请大家过来做客 当然不是为了开派对娱乐消遣 只因邦内最近出了一名叫做小霸王的盘托 这家伙吃力爬外带着两百小弟 投靠了隔壁东兴 这位蛊惑仔知道出卖老大小霸王也是死路一条 即便被打得连老妈都认不出了 依旧不愿开口 敏哥见用行没用 只好起身给出承诺 阿翔也让古惑仔尽快坦白免地白白送命 他和对方一样也是从底层一步步爬到这个位置 深知社团底层人员的艰难 不忍看着对方白白送命 有了敏哥的承诺 小弟没理由再嘴硬 最终透露了小霸王位置 敏哥听后十分满意 笑着是一手下动手 果然出来混得没一个讲信用 老奸巨华不愧是黑大佬的标配技能 之后敏哥询问众人 有谁愿意替社团清理门户 平时开会一说搞钱 个个举手生怕落在最后 现在一说杀人又个个低头沉默不语 鸡哥见有人出头一个就得大力赞扬阿翔 后者只好抱一苦笑 换作当年 这等尚未机会 他都会主动争取 可入狱五年后心态早已大变 毕竟什么老大什么地位 跟性命比起来都一文不知 迎着头皮来到小霸王出没的地方 之前约好一起行动的逼哥和长毛 却意外迟倒 这让阿翔坐里难 刚好此时小霸王带着小弟们出现 他担心对方认出自己 赶紧拿手遮住脸庞 可这逆天的颜值 岂能轻易盖住 小霸王最终还是认出了他 一猜便料到此人 是受敏哥只是来干掉自己 随即招呼手下围攻阿翔 就在后者被狂追三条街 即将被剁成肉线的时候 比哥和长毛终于提刀杀到现场 曾经阿翔一人一刀砍翻丧波几时 一旦成名在江湖上被传为一段假话 可当时的他有多么英语 现在就有多么懦弱 居然落魄到得靠小弟来帮自己立功 晚上来到夜店 阿翔开始吹嘘自己白天是有多么的强悍 单其闯关杀的小霸王 毫无招架之力 直到的以为他是王牌刀手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赵子龙转世的 一番牛皮可谓是吹到了天上 无奈白天火拼时 几个骑士也在现场 他当然看到是比哥砍死的小霸王 阿翔不过补了几道霸 说完口中尽是对阿翔的比 一旁太子也搞不懂 昔日你阿翔一个可以顶几十分 为什么现在让你砍个小霸王 都那么吃力 遭到众人连番羞 阿翔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随后找了个上厕所的借口 灰头土脸离开包间 这是小妹告诉阿翔 他的儿子今天在别墅被太子打了一顿 只因小孩与对方侄儿抢玩具起了争执 孩子们的冲突 一个大人居然出面教训 太子这么做 显然是不把阿翔放在眼里 来到房间看着孩子脸上树岛鱼青 阿翔一怒直下就要去找太子算账 结果一出门刚好遇到对方 一个对焰刚才的气势 立马烟消云散 太子邀请他去其他场所娱乐 阿翔立马陪笑跟着走开 留下无助的小妹与小孩呆在一旁 果然以前的猛人荡然无存 剩下的不过是个连儿子都保护不了的懦夫 深夜里太子带着阿翔来到蝶片工厂 拿出十万现金算作分红递给对方 接着又弄来一份合约让气签字 上面全是因为阿翔也看不动 可迫于太子再三全说 也只好照做 殊不知这份合同是个打坑 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几天后太子在家中喝了个鸣饼大醉 特意来到夜店想找小妹去火 小妹作为夜店的妈妈桑 出来上班从来只做鲸鱼不做沐鱼 拨开太子哥的弦猪手 想划拳来敷衍对方 随着太子今晚铁了心要他好看 一耳光甩下去 开始施展起了霸王硬上弓 阿翔一着急上前劝喝 结果反被太子一拳打伤 后者表示今晚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要在小妹体内留点东西才肯罚休 阿翔不让女人惨遭无虑 鼓足勇气摔碎的酒瓶 目送小妹离开房间后 阿翔才缓缓放下酒瓶 接着低头不停向太子道歉 可这没有起到效果 反而激怒太子 既然今晚没有发泄掉浴火 那就拿阿翔来发泄怒火 一个酒瓶砸在对方脸上 然后招呼小弟将其围吾 丝毫不给这位救命恩人一点言 几小时后阿翔拖着重伤的身体 回到租房 小妹在此早已等候多时 见男人为了自己伤成这般模样 女人内心一阵心酸 赶紧拿出药物替其处理伤口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气氛烘托到了这种局面 小妹不再退缩 将心里掩藏多年的感情一一坦白 并告知阿翔入狱期间 自己和太一样纹了两只老鹰做纹身 以此当作对方一直待在自己身边 阿翔缓缓解开小妹衣服 果然出现两只大白衣 干柴烈火的两人彻底放飞自我熄灭了房灯 接下来的日子 阿翔与小妹过起了宛如夫妻般的生活 某天带着儿子来到酒店用餐 突然背后一棒子打烂 阿翔中招痛苦倒地 摇了摇头定睛一看 竟是桑波杀了回来 独演桑波这次回来 主要是找阿翔和太子报仇 他表示这次算是提个醒 下一次就要对方饱受真正的痛苦 放完狠话带着小弟们离开现场 留下束手无策的阿翔三人瑟瑟发抖 回到自家地盘 阿翔与毕哥长毛商议如何对付桑波 现在的阿翔哪有胆量跟桑波硬拼 他拒绝了毕哥的建议 决定取求社团帮忙 看着老大一拳一拐狼狈的模样 毕哥不禁一阵唏嘘 来到社团别墅 阿翔将桑波仪式告知 他当年是为了救太子得罪的桑波 如今对方卷土重来找自己报仇 社团理应帮他解决此事 随着激哥却说 当年阿翔是为了尚未才去砍的桑波 没有任何人求他这么做 所以自己的事应该自己解决 别什么麻烦都赖到社团头上 敏哥也说桑波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黑大佬了 不过是社会上的小别三 他们洪太作为当地最大社团 为了袒护手下去和一个小混混计较 这么做难免被江湖人耻笑 你自己想办法摆平啊 真的不行我们再出面搞定啊 阿翔你没问题的 事到如今阿翔终于看清了这帮人的真面目 说什么一起当先都是屁话 真的遇到是了一个个 就当起了苏头乌龟 然而一波为平一波又起 某天晚上阿翔发现一批人 在叠片工厂做着面粉勾搭 将带头人暴躁一顿后 才知是太子所为 这是一群自称缉毒警的人赶到现场 阿翔三人见状赶紧从后门开溜 原来太子一直瞒着他在工厂制造面粉 当年签的合同 让阿翔成了工厂的法定代表 由此他的名字便上了警方通缉榜 跑路途中 阿翔又接到了丧波电话 对方挟持了小妹和她儿子 要求十分钟内赶到家里 警察我 骂了你我还没靠你的 别敢打我 丧波这么好的老大 试问哪位蛊惑仔不想跟他混呢 古网接来大概只有这位大佬 能够与之匹敌 听我的命令 到外面排队 你们不是人 所谓古有语文将军 让士兵排队 今有丧波大佬 给小弟殿后 然不愧是古网接来 最提取手下的好领袖 可怜阿翔拼了命的赶往家中 结果半途却被警察拦下 导致小妹和儿子惨遭扫波整午 随后更以私藏面粉罪遭到拘捕 好在第二天她花重金请了金牌律师 得保释出来 之后匆忙来到医院 遍体鳞伤的小妹抱着阿翔气不成声 她的儿子也被扫波弄坏了双眼 回忆起踏入江湖的这些年 阿翔为了尚未拼了老命 结果确实弱得这个下场 为此不禁一阵后悔 然而警方这边还未停止调查 想要彻底摆脱贩毒嫌疑 阿翔急需大笔资金 聘请律师来打官司 不然可能就要重有监狱 爸爸你不要坐牢 为了儿子阿翔断然不会再进监狱 与此同时 小妹带着贵重礼物 来到每个别墅 哭着请求对方介绍律师 帮阿翔打官司 可这个老狐狸表面说着会帮忙 收了礼物却要不办事 阿翔实在没办法 只好找到太子 好歹当年她是拼了命救过对方一次 何况这次贩毒本来就是替太子背的锅 可惜太子依然记得那天晚上被挟持的事 要想帮忙也可以 随后示意了一旁的小妹 虽然阿翔不愿小妹为了自己去做这种事 但女人却心甘情愿 随后跟着太子开车来到酒店楼下 不想中途女人忽然反悔 臭骂太子一顿便甩来而去 这让后者一脸问号 回头一看车又是一悄然不见 想必定是阿翔和小妹在戏耍自己 一怒之下来到电话亭 给手下打电话准备实施报复 结果背后缓缓走来一个深夜 帅哥 好久不见了 原来一切都是阿翔和小妹的算计 太子这家伙骗她签了合同 这是发生后面的事端 她又岂会相信对方会帮自己 而丧波本就跟太子有着就仇 这次杀回来一是找阿翔算账 第二个就是太子 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 之后便出现了本篇最辣眼睛的一幕 丧波给太子整了一顿麻辣紫身 逼迫对方供出阿翔下落 太子立马将电话告知 可阿翔接通后却如此说道 你又在哪里啊 不探紧窝啊 你说说话在找我们 你要小心点 救我 丧波逼供太子说出窝点在脑 但这窝点显然是阿翔胡编乱造出来的 太子要哪里知道 丧波见状不再多说 将手慢慢伸到太子下方 然后用力一扯 导致对方彻底和平 时间来到深夜 一名收垃圾的女人来到小下 工作途中意外发现了太子尸体 闽阁街道消息感到太平静 儿子惨不仁堵的尸体 呈现在他眼前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致使老人悲愤交加 随即号令社团 所有人对丧波展开追杀 并花重金下达高暗黄 朋友竟然死要见尸 接下来几天 香港江湖变得人心惶惶 长得像丧波或者姓丧的古惑仔 都遭到莫名追杀 而真的丧波也如丧家之犬般四处逃算 某天他再次遭到追杀 仓皇之下逃入小巷 正在得意大笑之际 迎面忽然走来一人 这等场景像极了五年前那场大战 阿祥依旧用衣服 包裹着尸体大砍刀 怒气冲冲直奔丧波而来 丧波也等这个机会等了五年 随手拾起一根灯管正面回击 一个照明 丧波捅杀阿祥腹部 自己则又一次拿脸接下刀屁 这次阿祥没有犹豫 连着补上几刀 直到丧波当场立分 这是一名警员听闻动静来到现场 就这样 阿祥已涉嫌杀人遭到待遇 阴差阳错的是 敏哥发出的高额暗花赏金 居然给到了他 在警局中阿祥做污点证人 指证敏哥家里藏有大批面分 警方来到别墅 果然搜出一顿脏物 原来当初小妹送的礼物里面 藏了诸多这东西 糊涂一时的敏哥郎当入狱 之后阿祥拿他给的赏金 聘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 经过长达数月官司 他以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走在大街上 阿祥憧憬起了今后 与小妹儿子三人的幸福生活 但熟悉华哥的影迷都知道 只要他饰演的角色是反面人物 无论最后怎么赎罪 怎么做好事 都只会迎来一个结局 本片中的阿祥也是一样 走在大街上 人群中忽然出现几名杀手 先是拿棍子敲运阿祥 然后另外两人再拿刀猛地捅入他的腹部 不到几秒时间 阿祥倒在雪坡之中 与此同时 他的小弟毕哥和长毛 也在不同地点接连遇害 从电影最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 幕后黑手原来是早已入狱的敏哥 这个故事告诉我 一路江湖深似海 从此山河无贵 要出来混叫做到最大 否则就会像阿祥这个矮罗子一样 被大佬们各种算计 最终命丧街头